一顆完美揮擊的拳雷達 告別中職球員身份 9月29號富邦漢將替棒球情人高國輝 舉行引退儀式 來自華聯馬台安部落的他 眼光泛淚的感謝家人一路上的支持 我跟他從小就是玩在一起 當初我們是以報紙跟膠帶做成球 然後煮燒把他當成球棒 我們的故事就是這樣開始 謝謝我的父母給了我這樣好的身體 雖然他一直在受傷 但他也給了我很棒的棒球人生 謝謝我的兄弟們 我們能一起扶持長大 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 而高國輝在球員生涯前期 靠著長打火力成名 08年北京奧運資格賽中 轟出逆轉三分炮全雷達 2026年更是打出 中植仙涯白轟刷新陳金鋒 寶石的最少場數白轟紀錄 不過也因為反覆受傷 全雷達數也定格在一百七十隻 而他語帶哽咽感性表達 對戰友們的不捨與其勉 也感謝這一群跟我一起 奮戰到現在的隊友 然後很感謝你們到現在都還沒有放棄 然後我們是很有機會的 繼續努力 我們一定可以 謝謝 好 卸下來學會沒三分 是另外三分開始 希望利用你手續 來繼續為棒球努力 還有多次進行動作 辛苦了 恭喜 現場也超過上萬名的球迷 進場見證高國輝的高光 隱退 一致也在高國輝 搭著吉普車 繞場落幕 而他也將轉戰教練 繼續為臺灣的職棒 繼續奮戰 延續棒球的愛與熱情 高國輝 高國輝 也是新聞改造馬藥 許家榮 西北新莊採訪報導 高國輝 高國輝